有一个人逃跑 就要有十个人付出代价 这就是日军战俘营的规矩 这是由真实事件改变的影片 大偷袭 也是二战中最成功的一次营救行动 菲律宾的巴拉旺战俘营 日军将美军战俘纷纷赶进防空洞 然后将汽油桶堵住门 最后一把火点燃 他们要活生生烧死这帮战俘 一旦有忍受不住逃出地面的 也会有一个人逃跑 被机枪手残忍杀害 日军军官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 他们哪有什么人性 不过是一帮冷靴的战争机器 1941年12月7日 日军突袭珍珠港 这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起点 随后日军集结40亿万人 分兵进攻香港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缅甸和菲律宾 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美飞联军既无援兵又缺不及 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 四个月后被迫投降 这也导致1万名美军和6万多名非军被俘 他们又被日军强行押戒到100公里外的战俘营 严罗因即可而死 以及被日军枪杀者高达1万多人 这便是历史有名的巴丹死亡行军 与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并列 是日军在二战期间所制造的 惨无人道的三大暴行 菲律宾的卡巴纳图战俘营 关押了500多名美军战俘 两名战俘还在为死去的战友挖着墓穴 也赶走了一只想要掏出战友尸体的野狗 一名重裁的战俘趁着看守不注意 将一个小萝卜藏在帽子里 在日军的残酷劳一颗折磨下 他们已经被关押三年之久 多数战俘都重病缠身虚弱不堪 这名战俘藏起的萝卜也并没有自己吃 而是给了身患瘧疾的少校吉布森 不过这玩意生吃是真辣 吉布森吃的呲牙咧嘴 再有点辣酱就更好了 这是一名手下士兵进来报告 他们刚刚偷遗了一封电报 迈克阿瑟攻占了南方驻岛 并登陆了吕宋岛 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吉布森也鼓舞着手下士兵的时期 再叹再报 与此同时 一名逃跑的战俘被日军装了回来 日军一边边打着逃跑者 还警告其他人 再有人逃跑 这就是他的下场 菲律宾的旅宋岛 迈克阿瑟率领的25万盟军蓄势待发 准备一举攻扣菲律宾 第六军团司令从手下汇报得知 卡巴纳图有个战俘营 里面关押了500多名美军战俘 如果他们强攻 恐怕日军会将这些战俘赶尽杀绝 因为日军得知迈克阿瑟进攻后 就将把拉网战俘营的150名战俘活活烧死 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司令让第六游骑兵营指挥官 穆希中校制定对策 司令还特意交代穆希 对此事他有所愧疚 毕竟是他们三年前下的投降命令 他希望穆希用最严谨的方式 能救出这帮战俘 于是第六游骑兵营开始仔细分析 旅军在卡巴纳图有多少兵力 有没有坦克 只有确切的情报 才能让他们更快的实施营救 经过一夜的牡力 他们制定的营救计划也得到司令的肯定 第六游骑兵营也踏上了营救之旅 不成功变成人 卡巴纳图战福音突然发生了变故 看守的日军全部撤离 就连高级军官都走了 吉布森认为这是个陷阱 不让士兵们走出大门 不过一个战俘还是撬开了大门 放下门外那个被吊起来的逃跑者 可惜他早已经死去多时 战俘们冲进食堂 抢着那些日军的残羹剩饭 吉布森却撬开仓库 里面装的满满都是食物 所有战俘享受这种惬意的时光 他们只等着大部队来营救他们 可部队没等到 等来的却是更加残忍的日本宪兵 他们就是屠杀巴拉旺战俘赢的那些人 上来就一枪打死一名战俘 吉布森只能让下属跟他低下头表示臣服 宪兵头子涛里瓦 在吉布森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些情报 都是菲律宾地下反抗组织偷运进来的 上面写着 不要绝望 麦克阿瑟已经来了 涛里瓦也告诉吉布森 用不了几周 你们的部队就会重新夺回菲律宾 所以你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既然你是这些战俘的长官 你就维持好纪律 我也会让你们在剩下的日子好过一些 要是有人想逃跑 跑一个我就杀十个 吉布森并没有答应 也没有接受涛里瓦赠予他的消炎药 哪怕是因为他高烧的浑身抽搐 他也不想做涛里瓦的走狗 原来吉布森一直跟菲律宾地下反抗组织有联系 在战俘营附近搬运物资时 他会入日军所谓换来购买食物的机会 反抗组织成员乔装正商贩 将药偷偷递给吉布森 吉布森回到战俘营也会分发下去 当日军占领菲律宾后 很多反抗组织都转移到地下 将收集到的情报提供给美军 吉布森的好友玛格丽特就是其中医员 他的身份是玛尼拉医院的一名护士 听乔装商贩的女人说吉布森病得很严重 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再次偷了一些药 可当他刚走出药房 一群日军就冲进了医院 他们让被俘的地下组织成员 执任医院里其他人 只要是他执刀的人 都会被日军抓出人去 玛格丽特表面淡定 内心却慌得一辟 还好那个人并没有执任他 玛格丽特躲过一截 可身后被揪出的人 全部死于枪下 玛格丽特虽然害怕 还是立刻走出医院 与组织成员接头 并将药物偷偷交给他 可女成员被人跟踪了 玛格丽特以身犯险 帮女成员成功逃脱 自己却被宪兵逮捕了 狱军的残忍令人发指 一夜之间他们救图了一个村子 活活烧死一百多人 牧西仲校带领的第六游骑兵营 也来到村子 与菲律宾的游击队会合 现场的画面触目惊心 让每个有良知的人 都忍不住山人泪下 鬼子真这么不算是人 通过游击队的情报 骑兵营更加了解战俘营的情况 在宪兵的言行拷打后 玛格丽特终于开口了 不过他只是说自己是来找吉布森的 既然两人相识 涛里瓦又开始劝吉布森 只要吉布森能劝说 玛格丽特供出同伙的名字 他保证两个人平平安安的 一起离开菲律宾 吉布森当然没有同意 既然涛里瓦能找到自己 说明审问玛格丽特的宪兵 也开出了同样的条件 很显然玛格丽特也没有同意 吉布森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可药物却无法偷偷运进战俘营 涛里瓦已经停止后勤部的工作 为了吉布森 他最好的朋友不顾他的反对 毅然偷偷逃出战俘营为他去拿药 哪怕明知道失败会有十个人因为他陪葬 可他在乎的只有吉布森一人 很不幸他并没有成功 被宪兵抓了回来 当着所有战俘的面 涛里瓦也枪决了十一个人 吉布森恨他的战友吗 恨 因为他的自私让十个战友给他陪葬 可他更恨的是鬼子 这帮毫无人性的畜生 营救小队拟定出最新的营救计划 他们需要炸毁战俘营附近的一座大桥 从而阻止日军大部队的支援 菲律宾游击队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 因为日军瞧不起他们的兵 肯定会正面发起进攻 不会绕过桥队他们进行包抄 战俘营前方是一片空地 游击队队长还提议 派一架飞机飞过战俘营 吸引日军注意力 让营救小队被发现前成功进入战壕 然后对战俘营看守的日军逐一击破 在成功营救出战俘后 发射红色席号弹表示任务结束 所有火力掩护的人也全部撤离 另一边宪兵却放了马格丽特 因为他们已经剿灭了一处地下组织 当马格丽特走出牢房 墙角堆满了组织成员的尸体 而宪兵之所以放了马格丽特 就是要尾随他找出更多的组织成员 果然当马格丽特到了教堂后 宪兵很快就追了过来 年轻神父以生命为代价 帮助马格丽特逃了出去 营救小队所有人员全部待命 大桥上也安置好了炸弹 只等飞机划过天空 就是他们营救的信号 当飞机划过战俘营的上空 战俘们都冲出来大声欢呼 果然宪兵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 涛里巴也鸣枪警告 虽然飞机只是飞过战俘营 并没有其他举动 但营救小队已经移动到最佳位置 只等夜色来临开始营救 夜幕降临 双游机队割断了战俘营的电话线后 营救行动的第一枪也彻底打响 一颗颗子的欢声雀跃地收割着鬼子们的生命 火箭筒也勇敢地炸毁日军的汽车 汽车上跳下来的鬼子一声火焰 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一时刻 两边彻底杀疯了 不过倒下去的却都是日军 就连刚出来的坦克 也被火箭筒炸得直接哑火 随着大桥也被炸毁 支援的坦克无法前行 从桥上冲过来的日军 却被游击队无情收割 真如队长所说 这帮鬼子果然不绕路 只是娃娃叫着一路向前冲 战俘营的宪兵几乎全被歼灭 涛里娃也被当场击毙 所有战俘也被救了出来 随着红色信号的燃燃升空 全部人员立刻撤离 他们也成功完成了营救任务 此次营救突袭中 营救小队以牺牲两名游骑兵 和21个游击队员的代价 将513名战俘全部救出 这也是美国史上最为成功的 一次救援行动 相较于美军的武器装备 可见我们奋勇抗日的战士们 更加悲壮 我们曾保受侵略和战争的摧残 因此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 所以铭记历史 也不单单只是为了记住仇恨 更多的是为了今后的和平